巴西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新恐龙物种 属于两组短臂的肉食性动物 大约生活在7000万年前 另外英国的怀特岛上则是发现了两种新的吉隆 让科学家相当振奋 工作人员揭开布幕 巴西圣保罗州发现的新种恐龙模型正是两项 它是生活在7000万年前的肉食性恐龙 古生物学家在2002年首度发现这种恐龙的化石 经过多年研究 确认找到骨盆和脊椎残骸 接着它们透过对比骨盆形态 加上尾椎横凸的特征 最终确定这是新的肉食性恐龙 目前相关标本已经收藏在博物馆里 镜头转到英国 研究人员在怀特岛同一处沙滩的岩层 陆续挖出包括两个头骨在内的恐龙化石 证实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种类的肉食性吉隆 让它们相当振奋 研究人员推断新发现的恐龙 身长约为9公尺 头部连通嘴巴长约1公尺 类似鳄鱼的长嘴 有助于它们在陆地和水中捕捉猎物 研究指出它们可能先在欧洲净化 再分散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 公司新闻在魂冕变异 谢谢大家